歡迎收看大人畫之 中共反貪腐也有新的斬獲 這一次是遼寧省全國人大選舉的 會選案曝光 一共有45個人因為拉票會選 而被宣布當選無效 其實會選在台灣 我們過去也時有所聞 但這一次中國式的會選 有哪些特殊之處呢 我們馬上進入本週的預言觀點 遼寧省人大代表在幻屆 四年後竟爆出45名人大代表 因會選撤銷資格的消息 而社會官員跟上智省委書記王明 震驚中南海 更令人訝異的是 早在2014年中共就曾嚴厲警告 但是事件不可再發生 盧晶英的遼寧會選看來格外諷刺 這些相關人員已經在被依法追究權力 追究他們的責任 人大是國家的權力機關 人大代表呢 他肩負著這個憲法和法律 所賦予的神聖的職責 如果有人把這個當代表 當作謀取私利的這個機會 甚至是不惜花錢去買選票 這樣的人呢 他怎麼可能代表人們 怎麼能取信於民呢 政商關係黑洞一髒髒了一窩 百貫欲絕的企業家不在少數 人大代表附加了許多特權 讓政治生態逐漸惡化 而這樣大規模的會選情況 早在橫陽會選案 就曾讓習主席罕見逗怒 連問六次共產黨員到底在哪裡 如今十九大幻界即將到來 勢必將會有一場大地震 這個案子被稱為 是天字第一號的會選案 而且是讓中南海高層震怒的案子 其實弊端我相信一定不是一朝一夕 可是他究竟是怎麼發現 而且竟然是在要幻界的時候 才發現這裡面的人 當時是因為會選 才拿到人大的席次 其實他不是幻界的時候才發現 而是就是說 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 最後全部這個落網了 不過真的是2016年的天字第一號大案 我想習大現在 在晚上在他家裡面 真的會氣得睡不著覺 也我看來都覺得很痛心 因為2012年 那個湖南橫陽市的那個會選 就讓習大氣得這個拍桌子 那他這一次 他這次大陸的宣佈是在9月13號 我覺得真巧了 9月13號那天不是 先是宣佈那個李鴻舟 天津市委書記 然後就公佈這個今天大案 其實公佈之前 他那個已經做了這個通報 而且有8個審刑開始在傳達學習了 而且那天公佈是特別 我們講這個案子 只有好幾個特別 好幾個第一 就是由 因為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召開臨時會議來宣佈的 這全國人大常委會 平常是兩個月開次會 除非有特別重大事故 他才要開臨時會 所以這次超愛臨時會是12年來的第一次 就創了第一次 然後在會上宣佈包括新華社曝光的數字 老實講我看了之後我真的我都覺得很心痛 怎麼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大陸特別習大以後的這種所謂的 就是整個身後改革 這些而且是高層官員 這麼不當然會是 我們看他數字有沒有 這個其實他是案子 是從2011年遼寧省的人大常委就開始來會選 然後2013年的 就是12屆的遼寧人大機械會議 他們要選舉全國人大代表 那時候遼寧的省人大代表總共有619人 其中竟然有523人受會 然後就是選出的102個 這個全國人大代表裡面 我們講的45個是問題 而且這就是523個受會裡面的 屬於遼寧的 因為人大會跟這個人大常委 人大常委的成績就比較高對不對 遼寧人大常委的 他的62個人裡面有38個人也拿 所以在那個9月13號開了這個臨時的人 全國人大常委開臨時會 除了公佈這個案情之外 然後宣佈這些當選人無效 最主要還成立一個什麼籌備組呢 因為遼寧他的人大的那個常委 他有38個人等於超過半數了 他整個遼寧的人大運作癱瘓了 所以變成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先設立一個籌備組 一方面就是說 而且這個公佈只是第一波 因為後續的處分一定要有 不是說你們這些人辭職了 或把你設置了就算 然後還要給這個籌組會呢 要準備遼寧馬上的立刻的在 這個人大的這個補選 所以叫功成浩大 所以說這是十二年代的常委會 十四個地級市的有書記啦 那個市長啦 還有這四十二個被宣佈 四十五個被宣佈當選不孝裡面呢 名單出來有四十二個 全部是遼寧的頂級的 不是國際的 其實有名的私人企業的 這些老闆同事長 工商辦了 對 香港上市的 你說說看這個影響 影響的多大 看起來跟山西差不多了 比山西厲害啦 我覺得更嚴重 因為人大代表 人大跟政協 人大在向來被大陸受到的人 叫做立法機關 是要為人民這個做事 你這個立法機關的人 知法犯法 所以他們的人大委員長 張成佳為什麼講 是嚴重挑戰了 他們社會主義 這些所謂法治的制度跟尊嚴 好像說挑戰的底線是嗎 是底線啊 而且你們看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案子 我們講說 他不是一下子就報起來的 要講其實兩年前 又是中央巡視組 所以中央巡視組真厲害 他們去遼寧巡視 就發現 因為遼寧這幾年來 經濟真的說 電車尾 吊車尾 對不對 然後發現他們的經濟數據 竟然造假 然後就說發現遼寧的經濟 所以什麼吊谷底 當然除了它先天不良 各種原因 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生態 亂了一塌糊塗 那個時候中央巡視組 就提出來說這裡要改進 那是兩年前 兩年後這麼一回頭一看 沒改 不但沒改 而且那個評語是說 這個政治生態的毀壞 已經要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修復了 然後就發現一個個都是 哇 那個名單我一看 真的都是遼寧他們各個地方官員或他們自己的各個部門的組織的成員 所以說就竟然發現說 從這個遼寧人大 這個省委 這個省政府 然後建設到法院 然後常委 然後包括那個大連錦州 整個包含在裡面了 然後這樣子查查查呢 今年其實最早的 就是目前為止 因為查這個事情 我們這講四肢大虎 其他都不要講 整個給兜出來的 今年三月 而且這一次的這個中紀委查案 跟以前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呢 其實跟黃新國好像有點一曲同工之妙 不過更狠的 就是說之前完全沒有跡象 宣佈的時候就雙開 所以前的遼寧省委書記王敏 其實他這個去年時候 他已經到人大去當這個委員會 某個委員會的這個主任委員了 今年三月宣佈他雙開 然後另外接著另外兩個就是遼寧的常委的副主任 王陽還有鄭玉卓也被宣佈 另外就是他們的那個審委的這個常委 叫做蘇鴻章的 就是說四個大老虎 先由這四個老虎開始抓呢 然後我就看那個中紀委公佈的那個王敏的 他的所犯的那些罪狀 老實講我心裡想說 能當到一個審委書記 因為其實講大陸的要提拔還有官員 他的那個審查制度是很嚴格的 可是這個王敏是遼寧審委書記 怎麼說呢 大概所有除了貪污社會之外 能幹的壞事他都有份 張紀委發現的 所以你看從這四隻大老虎 然後接著其實從今年8月 就是8月26號開始呢 大陸媒體就開始大陸一波波的放消息 然後就放說呢 遼寧有十幾個人大代表被查 然後最後呢 其實在8月28號的時候整個案子 整個大概差不多全查完是今年的6月 828的時候呢 這個中央已經完成了遼寧會選的情況通報 還有這件事情的警示訊事通報 下發給大陸的各省 然後到9月5號為止已經有8個省內部開會再學習了 然後他選擇9月13號 因為按照他的程序一定要人大常委會召開臨時會議 確認這42個人當選無藥 無效把他給咔嚓叫 這是第一步的這樣做法 那為什麼會是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坦白講會選這種事情一定是由來已久 而且傅瑩剛剛都嗆聲 都警告他們了 各地一定都有 可是為什麼這次會特別重視遼寧這個案子呢 因為我看傅瑩剛剛那個講話 他是看著稿子非常謹慎的自爭劇作 在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講明年19大了 今年跟明年在19大前大陸 大陸現在光是我們講人大的選舉制度 它分成五級 從這個縣鄉然後市然後省 然後就是全國人大 各地都在這個換屆改選 這麼大的這個窩案真的是一窩髒髒到底 如果現在不把它整個公佈的話 試想其他地方跟著有樣學樣 而且這次遼寧 他全國人大42個代表 已經宣佈廢除他們的這個制度 如果他們的這個職權 如果其他地方也有這樣子的話 它會影響到全國人大 整個也會影響 現在全國人大的總人大的代表數是2894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我是蠻敬佩北京中央的 它勇於曝光 老實講 這個真的是丟人喔 我們講說丟到牢牢家的這個事情 是為了要殺一情百 如果在以前的話就是內部處理 可是你這個事情如果在內部處理的話 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動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絕對可以的 剛才玉燕姐有說抓了四隻老虎 不應該說以這個四個老虎來做例子 大老虎 大老虎 那就是人居多 而且都是他們的國營或是私營企業的大老闆 為什麼 就是一個政商勾結嗎 所以你要講說人大代表 他們有實權 這些委員沒有 沒有關係 我認識好多人大代表 這些委員的朋友 實際上我心裡挺羨慕的 是特權讓您羨慕嗎 是哪些特權呢 我跟你講 光是第一個特權有沒有 停車不用錢 我亂講的 那牌子當然不用錢 你講對了 沒有我是講說 因為他們第一個特權 為什麼商人要 我們講說紅頂商人 因為他如果當選全國人他代表 像就傳傳聊你有這麼樣的例子 他用所謂的特別的法律的建議書 他就可以來主導哪個法案的什麼通過 他投資這個有利的 這個要直接叫特權 然後平常休會期間 就是說你不能法院 即便他不可以隨便逮捕判他行 要他同級的 像比如說像遼寧的人大常委會這個同意 然後即便要行政拘留的 要找他去問話 也要他同級的遼寧的常委會這個同意 而且不接受刑事的審判 然後就我講的 平常時候有沒有 只要有那張名片 他下面下面所屬的這個市啊 縣啊 鄉的到那個地方去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經濟的利益建設的話 絕對就是好處先給你了 那就是你講沒有錯 停車不要錢啊 然後那個算小的 那個算小的啦 開會的時候有加急補貼什麼都有 而且因為我親自碰過的 我的好朋友我就默默的跟著 就是人大的委員級別蠻高的 真的耶 他們平常時候只要拿著名片 而且他要到哪個地方去想要這個地方 渡渡假啦 這個考察 這叫考察 我今天要去考察黃河這個瀑布 然後呢只要一個充斥下去 到了當地是被以首長規格來接待的 尤其人大代表的這個含金量呢 比政協委員要更高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人人要選嘛 那他們用什麼手段呢 好像是給錢嗎 還是用什麼 當然是錢 這一次就是 條例這個會選傳出來的話 像有一個商人 他就事後被發現說 他花了400萬人民幣會選 不過老實講 以他這個投資來講 絕對是這個值得的 他們會選途徑是什麼 當然不能夠不那個隨便的 為什麼這次遼你 讓張德江欣欣欣那麼生氣 因為人家其他地方會選 還至少秘密一點有沒有 這給錢私下 然後你那不是 公開的就這樣子拉 然後講價碼 他們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這部起演是iPad iPad已經一部太小了 黃金 美鈔跟那個人民幣 那當然他就是 每個人道代表送多少錢 目前這個錢還沒有透露出來 就是我要透過可靠的關係 所以一般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所以這官員都牽扯在裡面了 然後拉線 然後就是我弟 我要你選我當這個全工廠代表 我的名片 還有給你多少錢 寫人家給你 他們是透過這個方式 好像傳說還有人 在中間牽線的人把錢撲走 一定就是嘛 笑死人了 這跟台灣的會選是一模一樣 我給你扣下一點嘛 然後有一些就是說 覺得看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很糟糕的事 我就全部拉下來搭一鍋 有些人就 人家大宗拿對不對 好吧 我只好拿了 拿了以後覺得良心不安 所以他把他拿了錢 還捲點到基金會去 就算有良心的 所以講說 而且就是說更讓這個 因為我們曉得習近平習大大 他就忌諱了 除了這個 完全是動搖中國官方法治國本 還有呢 這兩年好不容易打下來了 所謂的拉邦結派 那你這個人大這個代表這個會選的話呢 又容易形成大方結派 因為我們曉得大陸的人大選舉制度 所以說他的缺失在 表面上他說人民當家做主 他的這個縣跟鄉的人大選舉 表面是說由人民來選的 直接選舉 對 可是這個候選人呢 他是由當地的這個所謂的人民團體 或者你可以找十個以上的人來推舉 那很容易啊 我一個家族就不只十個人推舉我啦 對不起啦 一個村 這個不管你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界別 或什麼人推舉出來的 背後還是要官方同意 換言之這份選舉名單 他就差額選舉 十個要選八個 這十個的這個名單是 我不管哪裡推舉出來 是我的官方背後 對要同意的 然後呢 這個這個鄉縣是 縣鄉是這樣子 可是呢 縣人大代表 他就可以選世人大代表 世人大代表呢 選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呢 選全國大代表 所以大家想想 你們想想看 因為你看就我講的 他牽涉的代表很多嘛 這個要拉票 要會選的啊 也層面廣 所以大陸的媒體稱叫做 海拉海會 因為實在是很多 他等於越 我們在選舉制度裡面 他越是小範圍的選舉 越容易會選 可是他現在是大範圍耶 他會選到大範圍的 所以我想舉另外一個例子有沒有 因為我說為什麼 其實大家會氣死 因為他們從2000年來 雖然也發生了地方的這樣子 人大的選舉 可是都是市 這種地方 不像這次成績這麼高 然後原來在習大大 已經念之在之 在他們的中紀委會上 講過三次的 是2012年到2013年的 湖南的橫陽市的 他市人大代表 要選省人大代表 這個也真的是驚天動地啊 總共527個 527個對不對 518個 外加68個工作人員 通通總共收了一億一千萬人民幣 選出56個省人大代表 然後最後那個籤頭呢 原來就是 當時已經當了湖南政協副主學 叫做童和籤 可是我覺得他最後 只被判刑五年 然後其他的只要去職就沒事 我不知道這次是不是這樣 雖其大大氣的有沒有 拍桌子 然後六問 中國共產黨員到哪裡去了 人大到哪裡去了 這個紀委到哪裡去 就講那個地方的 這個省委到哪裡去了 這個良心到哪裡去了 然後 好有勢哦 強調說 代表很生氣 絕對要離容忍 這是2014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這樣講 結果這一次出來這個 你看比這個橫陽 要更嚴重更厲害 辽宁這次的名單裡面有一個 其實是外國媒體也曾經報導過 是日齡實驗那個王文良 你說說看這個真是丟人丟到外面去 美國去了 而且這個王文良佔一個辽宁 早就他是搞房地產的 然後搞港口建設 辽宁的丹東港我去過 他是一個深水港 對 就是壓他用特權 丹東港那時候 2005年的時候 市值的土地就17億人民幣 他竟然用2億 就拿下整個丹東港的經營權 然後在遼寧 因為那個時候 人家已經知道說他有問題 因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他又有美國的綠卡 人家竟然還想把這個手伸到美國去 克林隊基金會 他捐了兩百萬美元 然後紐約大學 他捐了兩千五百萬美元 好像哈佛也捐了 然後他也要捐 那這一次也是就是在這個落馬的人員名單裡面 但是我們就想說這一次 因為除了這些商人之外有沒有 都是他的14個地級縣市的 也是有的是這個一把手 還有像沈陽鐵路局的局長 那我認為習大大他都不會像上次橫陽那樣子 只是說我把你們給撤職給算了 這應該要記不追究行責吧 那如果這麼弄下去的話 我覺得現在的遼寧省委書記李希好可憐 他遼寧真的空了 空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習近平這麼生氣 那顯然這個制度本身有問題吧 真的是他這個制度本身這個有問題 就是講的 我們剛剛講說他表面上是所謂的 由人民選舉出來的 那實際上他根本 因為由這個基層一直往上選的話 這個名單的話絕對是要由 就是中央核准過的這個名單 而且他採用吳紀明的投票的方式 所以當你要來抓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模式的話 而且像他們這些以撩命來講 他的這些受惠的人 他心裡有個因素是 反正大家都有 大家都拿了 我就不相信你要一鍋就這樣踹了我們 踹了我們也行 他是不是就像以前那樣子 宣布我的人格代表的資格給終結了 我這個去職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我覺得 這次所以這麼樣的公布也是就是說 如果還是像以前那種處理的做法的話 我只是宣布給你停職了 你這個責任沒有了 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責任的話 那以後大家有樣學樣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有講說 我也覺得很訝異 因為大陸他已經 他們為了破除這個 這方面的這個缺點 已經好多年就是 幹部要提拔一個幹部的有沒有 之前有很中密的手續 你的所有的答案要重新來 然後要到這個 向下面來考核 聽取意見 然後還要看看有沒有投訴評審 最後再意見表決 可是我就講說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這個中紀委他們就舉例子說 比如說他們這個幹部選舉 有所謂的年齡的限制有沒有 太老不行 對不起 我改我的戶口 戶口本 戶口本 好 然後不准就是說 你去這個拉關係 沒有啊 我這叫做 偷偷 我介紹一下情況對不對 開這個幹部 就說大家征選大會的時候 也是呢 我也是就是說 我們來互相這個 我就你講 其實我們兩個私下講好了 優先說 明珠不錯耶 你講完我也說 是啊 明珠很不錯耶 這叫做英雄所見略童 這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是我覺得問題不在於 應該怎麼說 任何一個再完美的 民主制度的社會 它同樣都會有 會選這件事情存在 那關鍵是在於你怎麼監督 你怎麼樣去界定 那個所謂透明的程度 所以其實 這是現在我想這個 人大常委會人大 北京主要他們頭痛的地方 就是任何的 其實包括咱們台灣有沒有 台灣縣市真的改善很多 我們平常已經講了 剛剛講說傳台灣以前 也有這個會選 不是傳那是真的 一直都有 我們要承認 一直都有 但是現在真的就是說 少多了 我們抓得很緊 而且大陸的全國人大 等同用我們台灣的立法院有沒有 其實在以前的好幾屆 尤其就是立法委員選出來之後 要選立法院的院長跟副院長 那個也有的 可是因為就是說 我想就想說你真正要抓得嚴 然後乾脆有的立委為的自清有沒有 我投的時候我就亮票 亮票 就是要能夠抓得嚴 但是我知道大陸這塊還有它的那個盲點什麼 就是我說實在是界面太大了 你要怎麼樣抓得嚴 而且他今天這個會選很糟糕的一點 是頭來帶領 就像那個遼寧原來市委中席王敏有沒有 上面整個牽頭全部來帶領 大家一塊來來來收錢的 你說怎麼來抓 嗯 沒有辦法 其實就是說 所以他們要設立一個監督的機制 才能夠去讓這些 為什麼習大大生氣有沒有 大陸的中央 然後各省各市 就是負責這個監督這個叫中紀委 那個省也有省紀委 然後這個檢察院法院 然後這個其實省委他們的領導班子 為什麼習大大拍桌子講橫陽說 這個省委到哪裡去了 人大到哪裡去了 這個這個 共產黨員到哪裡去了 對 到哪裡去了 就是說糟糕的這個 梁耀寧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就是全都在裡面了 他連這個法官也在裡面 然後各市的我講的書記 還有這個市長 然後這個公共部門的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這些這些局長 全在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說為什麼這個事情 張哲嘉認為說真的是驚天大愛 也就是說如果其他的省對不對 對 它是省耶 全部都有樣學樣這麼幹的話 那真的是 就是人大制度就崩盤崩潰了 到這個時候你要不要再改呢 你說呢 然後你人大 你開口譬如你是法治立法的地方對不對 人民人大代表是為了全國人民服務的 你怎麼辦丟死人 你怎麼嚇得了台 而且人大的設計就是為了要讓人民當家做罪 對 生意被傳散 然後現在這樣變成你並沒有辦法 實際的去參與這個全國的治理嘛 也沒有辦法去表述自己的治理 然後其實遼寧這個案子 會選案呢 我相信絕對是冰山一角 只是以前沒有這樣子整個曝露出來 那就看可不可以殺一井百了 來回答網友提問 網友問說 大陸全國人大裡面的台灣代表是如何產生 這就講了 真的是 他的台灣代表 沒有 這一次人大 現在這一屆人大台灣代表總共有12個人 沒有一個人真的是從台灣這裡選出來的 都是他們早期就去了大陸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台灣的第二代 都是大陸在那邊的 然後他們的 我們人大代表台灣才一樣 是要由這個推薦 然後中央經過嚴格的考察 特別是你的祖宗八代 要嚴格審查你的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正確 然後當然有所謂的高度的統戰意義呢 才選擇現在的人大台灣 才是12個代表在裡面 可是老實講 你說他們能夠代表台灣嗎 因為他不是 你今天如果從台灣選過去的也行 不是 所以我認為他們實在不能代表台灣 他代表住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 台灣 台裔 然後有時候這樣我想去兩會採訪的記者 都很生氣台灣記者就是說 因為人大代表隊 人家都希望能夠讓人大台灣團 你能夠多讓我們採訪點什麼 可是每次他們也都是配合 那個需要宣傳的 就這個召開這個 讓開放給台灣記者 我去過 可是我發現說呢 開放給台灣 他開放給你的 你實在沒有什麼好採訪 對 我也去過 有沒有 而且每次一定都會有那個 林毅夫的太太 陳雲英憲也是人大代表 還有汪毅夫 現在算是在台灣比較出名 汪毅夫常常到我們台灣來採訪 就是說我們希望你 好吧 告訴你 因為每年的兩會 我們都希望說像 習大大會不會去台灣人大團 或是呢 在審查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們有講些什麼 讓我們知道 這些通通不講 每次開 只要是公開讓你採訪的 絕對就是一個個坐在面念著 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這個好啊 那個好啊 通通都好啊 還是因為 其實也知道那個沒有代表性 如果有人真的想去 比如說王秉中 他也想當人大代表 他有可能